不久 隐匿着身形的韩丽无声地出现在院落之内 此刻的她 收敛住了全身的法力流动 不要说是助击期修饰 就是结单期的修仙者想要发现韩丽 几乎都不可能 这也是韩丽小心起见 生怕此处真有结单期修饰的缘故 否则使用普通的隐匿之术就完全可以 韩丽就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 但神识却以她为中心缓缓地散开 将整个院落都照在其内 随后她脸色闪过一丝异色 一转脸盯住了左侧的一间厢房 她清楚地感应到 其他的屋内空无一人 只有这间不大的厢房内 竟同时有七名修士待在里面 那瘦削男子和黑脸中年人也在其中 七人中有两名女子 一位是颇有几分姿色的妇人 另一位是相貌普通的年轻女子 但这些人中 修为最高的却是一位眼露金光 有些阴沟鼻子的锦衣大汉 除了那个看起来让人不舒服的鼻子外 此人相貌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 仪表堂堂 她大约有助级后期的修为 已进入贾丹境界 完全可以开始准备宁丹 其余之人则大多是助级初中期的水准 这也很正常 想要去外星海 这种修为是最起码的了 不过 不知这些人刚刚讨论过了什么问题 人人神色阴沉 漠然不语 整个厢房内寂静无声 竟没有一人开口 韩利并不急 就静静地站在原地等着 他相信这些人后面的交谈 一定会给他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然后他才能决定下一步 果然一盏茶的功夫后 中年妇人有些沉不住气开口 叶兄 刚才黄道友已经带话回来了 对方竟然要五千零食一人 才肯放我等到外星海去 我们到底是完成新宫的任务 光明正大的传奏 还是真的私下交付零食 偷偷地传送过去 叶兄倒是哪个主意啊 毕竟大战一起 到时就是人家想放我们走 恐怕也来不及了 刘夫人 听你的口气 似乎很愿意掏这笔零食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道友你身家富裕 也并不在意这笔数目 但我夫妇二人就是倾尽所有 也拿不出这些零食 莫非道友打算独自一人过去不成 一位坐在年轻女子身边的白脸修饰 沉不住气 语气有些不善 周年女子一听这话 脸上露出了不快之色 同样不满地反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独自过去了 我这不是在询问英雄吗 一道友阅历丰富 又是我们中修为最高的人 想必他能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此中的利弊 好了 两位道友不用说了 刘道友不会独自传送离去 外星海可不是助击修士就能够单独闯荡 只有我们这些人一起行动 才能够好好的活下来 运气好的话 再杀一些灵兽 还可以炼制一些灵丹 让大家修为大剑 所以外星海一定要去 不过我们也不用去完成什么任务 或者杀什么童节修士 在大战中 即使节单修士 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小命 更何况我们这些低节修士 何况我也有些担心 星宫高层到时候会出尔反尔 不会吧 星宫以前好像没有做过实验的事情 一道友啊 你是不是多虑了 说话的是一个显得壮实的青年 虽然年纪很轻 却给人一种很老成的感觉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并不是一定不会发生 现在可不是星宫一家独大的时期 若真是星宫 觉得此战危险 自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出尔反尔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 这些大势力 哼 锦衣大汉脸皮抽搐了一下 不禁哼了一声 仿佛非常了解这些势力 听了这话 屋中又是一片安静 人人陷入沉思之中 所以最妥当的做法 我认为还是化血灵石保命好了 真参与了大战 我们就是全部被灭 也都有可能 而且就算有人侥幸甚患 到了外星还势单力薄 那也谈不上什么自暴 同样也是会死路一条 可是这么多灵石 命都没了 还要什么灵石 况且在外星海 随便宰杀几只高洁妖兽 就足够弥补我们的损失 当今最重要的 是先传送过去 黑脸中年人 一脸心痛之色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锦衣大汉 神色意涵打断了 黑脸修士似乎非常畏惧大汉的样子 被对方如此呵斥 竟嘟囔了几句就闭嘴了 至于其他倒有灵石不足的问题 就能拿出多少算多少 看看这些数目 对方能否再通融一下 如果不行 我们中谁还赋予灵石 可以先暂戒一些 等到传送到外星海后 才连本代理归还就是 锦衣大汉在这些人中 威望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简简单单几句话 就独自定下了决定 其他六人互相看了一眼 虽然不是人人尽福 但也是勉强接受 见到众人这副表情 露出了一副满意之色 接着转脸对那瘦血汉子 森然说道 张道友 要麻烦你明日再跑一趟 看看能否把零食数量降下一些 若是不行 就答应对方的条件 我们后天必须就走 绝对不能再多耽误一天 一定要在大战开始前离去 兽血汉子连连应声 下面屋内之人又乱七八糟地 商谈了一些具体的细节 站在屋外的寒历 将这一切自诩之中听得真切 嘴角边不禁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 清光一闪 人忽然就从院子中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日那瘦血汉子再次从这宅院突发向那星空殿而去时 并不知道身后空中多出了一人来 韩丽面无表情地跟着他再次来到了星宫附近 目睹其小心翼翼地从大殿的偏门偷偷走了进去 韩丽摸了摸鼻子 平静地在店外冷冷地等着 足足有半个多时辰的时间 兽血汉子又鬼鬼祟祟从里面出来了 脸上隐隐带着一丝兴奋之色 然后 韩丽再次尾随回到了那个宅院 不过一幕让韩丽双眉一挑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兽血汉子在进入那宅院前 脸上兴奋之色迅速消逸 左右看了一下 竟变脸似的换成了一副愁眉苦脸的嘴脸 然后才敲门进入院中 韩丽见此情形皱了皱眉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这件事里面 难道 到了第三日早上 天还蒙蒙大亮 锦衣大汉 数血汉子一伙人 就非常低调地从宅院内偷偷溜了出来 向星空殿出发 此刻刚刚戒严结束 正好允许修饰出来活动 但是因为天色尚早 城内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出现 如此一来 这七人更加小心谨慎 人人紧张 指使门头赶路 只有为首的锦衣大汉 一边飞行 一边私下打两个不停 路上非常顺利 几人一路无事 玉器飞到了圣山四十九层 只要再过片刻 就可以到星空殿了 他们才一脸放松 心里都安了不少心 可就在这时 在前面开路的锦衣大汉 神色一变 停下顿光 接着神情郑重一抬手 做了个奇怪的手势 后面之人见此 面色骤变 同样止住了身形 一个个做出了小心警戒之事 倒有事何意 为何隐形挡住再下去了 锦衣大汉盯着前方无人之处 口气森然 与此同时 他的一只手掌悄然无声地按在了腰间的储物袋上 诸位不用紧张 在下虽然专门在此等候诸位 但并无恶意 只是有事相求而已 一声有些沙哑的声音 从前方慢悠悠地传出 接着无人之处忽然清光一闪 一个青山修士 双手倒背出现在那里 这人年纪约中旬 脸色苍白 仿佛有病在身的样子 但锦衣大汉等人 一看清楚此人的修为 都不由得心惊一震 大声警惕之心 对方是和锦衣大汉一样的助击后期修为 同样处于贾丹的境界 道友贵姓 我等能有什么可以帮助道友的 在下姓区 你借散修而已 继位不是要去星空殿吗 能否将在下一病带去 在下同样想去外星喊一趟 青山人随意说出了 让对面几人脸色发青的话来 锦衣大汉文言 身色更是殷勤不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强笑地否认 原来是屈道友 不过道友说什么星空殿 外星喊 这是何意 我等几人 只是办一些私事 路过这里而已 可和星空殿 没什么关系 道友是不是找错人了 锦衣大汉心里打定了主意 虽然不知对方是何来头 如何知道他们此行之事 但绝对不能轻易承认 其他几人也并没有胡乱查言 似乎将一切都交予了大汉来应对 一道友何必如此小心 在下既然此时出现在此 道友以为凭这些话 就能将在下糊弄过去吗 哼 你倒也知道得清楚 连一某人都认识 锦衣大汉心里一灵 冷哼一声 按在了储物袋上的手 不知不觉 倾金抱起 后面几人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暗示 默契之急 忽然四散开来 一下将青山人半围在中间 几位不会想要杀人灭口吧 不是屈某自夸 你在下的修为 就是诸位一起动手 也不可能秒杀在下 到时屈某大喊一声 将新宫之人招来 不知几位会有什么下场 青山修士对几人的举动 视若不见 反而悠然之急 听了这话 黑脸修士等人面面相去 然后目光不由 落在了锦衣大汉身上 大汉此刻面色难看至极 他虽然尚未结丹 但一向自诩心机过人 什么时候被一名 驻击其修士如此威胁 但他也很清楚 对方的威胁是真真切切 可不是说笑的事情 于是他心中颠量了一下利弊 只能强压心头的怒气 道有想让我等如何帮忙 我们可是和对方说好的十七人 并且那传送阵 也最多一次传送七名修士 多了道友 对方肯定不会答应 放心 我不会让诸位道友为难 我只要能进入殿中 自有办法说服对方 若是对方不同意 在下也不会勉强 更不会坏了几位道友的好事 只是这样 就只是这样而已 好 若是只是帮你引荐一下 这倒并非不可 我等答应了 那曲某就多谢道友了 青山之人神色如常 似乎早料到锦衣大汉的屈服 双手微微一抱拳 既然道友也要去星空殿 那我们快走吧 时间已经耽误不少了 对方恐怕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瘦瘦男子抬手望了望天色 有些焦急的催促 听了这话 青山人望了望瘦瘦瘦汉子 并没有说什么 但锦衣大汉 却二话不说一挥手 带着众人再次上路 他们飞顿的队列 有意无意地正好将青山修士围在了中间 看来几人的防范之心 还是丝毫没有放下 青山修士却面色丝毫不改 不紧不慢地随着众人前行 剩下的路程并不多 一会儿的功夫 几人就来到了星空殿前 这时授血汉子突然加速 飞到了前面 首先降落了下来 锦衣大汉几人并没有露出奇怪之色 毕竟先前和星空殿联系之人 一直是此人 现在到了此处 自然也应走在前面 免得有什么误会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